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今天很感恩 因为天文台之友能够走到今天 全拿有个位支持 20年其实对大家来说 真的有一个BB 已经变成成年人了 我们这里其实是很厉害的 这么好可以维系到一个这么好的组织 大家帮忙推广天文台的知识 运红公众维系 有开放日 我还看到今天 大家应该拿了我们的那本 纪念刊物 里面有很多照片 我们整个万个天文台之友 给他一万个赞 好吗 好 多谢各位 其实我入天文台七几年 那些同事经常说天文台没有朋友 我个都是敌人 我们预测准确 没有人知道 不得的时候就骂到死 那时候就不得好像多个得 所以经常被骂 要证明我们有朋友 成立个天文台之友 有一个人参加 三人都有一个朋友 但是我猜不到 也有几百个人写信号来参加 我们说成立的那天 有一个仪式 也有几十个人来 那时候 我们觉得 要把我们的事 尽量告诉大家 需要搞一些活动 讲课 给大家搞参观 由几百个人到万几 是很难的 万几就是说 香港七百个 有一个是天文台之友 参加天文台之友 我希望你们增加了见识 多了一些开心的时间 最重要是这件事 我觉得未来来说 最重要是网上 就是社交媒介 很重要 我很愿意支持天文台 未来来说 尤其是年轻人 接触就是网上 就是Facebook、Twitter 就希望大家 多给点赞 不要太省了 多给点赞 那去到1996年的时候 天文台就搞了一个课程 这个课程就在科学馆搞的 就是叫做气象形式班 当时就知道天文台之后的成立 我就寄了信尼 然后就成为了会员 看了很多东西也都学了很多东西 不单只可以透过在天文台之后里面 识到一些气象或天气知识 也都识到很大班的朋友 识到一些科学主任的朋友 董哥面诺都是一些很大的得着 风雨同路亚宰情 一起成长大家庭 携手迈向新里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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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